保龄茶室餐厅引发食安风暴 已经酿成了两个人不幸死亡 反应解剖之后取得了重大突破性进展 两名死者的体内都解除了米酵菌酸 而卫福部次长王定胜指出 将会兵奔两路来追查 对所有患者进行检体分析 最快在下周结果出炉 也要采业食材跟餐厅环境 不过米酵菌酸到底从哪来呢 有医师分析可能是木耳发酵不完全 让米酵菌酸有条件产生毒素 也有可能是调味料当中含有椰子成分 才会让细菌滋生 保龄茶室食物中毒案 在法医解剖后出现突破禁诊 两例死者体内都减出米酵菌酸 卫福部次长王定胜指出 接下来要兵奔二路追查 除了对死者住院患者 也要对已出院的患者进行检体分析 也要查验食材跟餐厅环境 才能找到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 这个检体我们已经在验了 那反正修养的我们会请卫生局 去跟他们联系 向他们来验的这个血 所有的米酵菌酸 这个叫做唐昌博 博科氏菌才会产生 那我们去做环境采检 看看能不能够培养出这样子的细菌 患者检体采检最快下周就能有结果 但环境细菌培养需耗时两周 而外界多数推测米酵菌酸 是暗藏在患者吃下的主食 果条跟合粉中 但有医师认为配料中的木耳 跟酱汁可能性更高 黑木耳在浸泡的时候 第一个它没有放在冰箱里面 第二个它浸泡的时间过久 上面的菌在浸泡的过程中间 加上湿热 所以它就增生 然后还有这个果条 但是冰的位置 是不是就放在椰子附近 黄豆酿造的酱油 如果加了椰子就有机会了 只是外界疑惑果条和粉 在台湾被使用多年 都未出现食安问题 为何进来才突然引爆 它在某些条件会滋涨 在国外也很少见 台湾这第一次 死者检体找出米酵菌酸 但还有很多疑问 至今无解 炸出新型食安问题 中央地方要全力追起 接送不到 接送不到